狐狸我生来爱唱 故意吟唱就只记得了 金曲奖最佳专辑 作人 现任蜂巢音乐制作总监吴金黛 武专时就读观光学系 因缘际会下远赴美国杨百汉大学专攻录音技术 返台后进入蜂巢唱片 从而开展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道路 他一步一脚印足迹踏遍不同海拔的山区 田野以及台湾许多海岸与湿地 甚至出海捕捉水印下金屯的歌声 记录这片土地最美的声音 掀起聆听大自然声音的音乐潮流 1999年 吴金黛推出专辑森林狂想曲 遭逢台湾921大地震变故 然而其细腻灵动的乐音 温柔抚慰每一双耳朵 带来广大赞誉与讨论 其后 他所制作的专辑屡获各界肯定 不仅在2001年以《我的海洋》或颁金居奖最佳专辑制作人 2010年所制作的十股集乐团《古之岛专辑》 更入为第52届格莱美最佳传统世界音乐奖 在走过台湾这么多地方之后 吴金黛也试图用音乐为这片土地发声 2012年的《绿色方舟》 与2013年集结各方创作人的概念作品《天空的眼睛》 坚定而专注地提醒人们 重视正在迅速消失的自然美景和生物 除此之外 吴金黛也和音乐教师查马克 曾六度荣获格莱美奖的得主Daniel Ho 携手合作 将在时代潮流中快被遗忘的泰舞古谣传唱 重新赋予新生命 让动听歌声里的文化乡愁能够代代传承 什么样的音乐创作者需要上山下海 到处寻找昆虫 鸟类 还有动物 带在户外的时间比室内多呢 就是今天的我们的受访者 他不但是蜂巢音乐的音乐制作总监 同时他也得过金曲奖最佳专题制作人 他也入围过格莱美的最佳什么世界音乐 总之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留下很多台湾很好的 你不曾留意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的声音 我们欢迎吴金带了 你好 嗨 宝颜 你好 金带 金带 吴金带 好 其实你的音乐我们真的到处应该都听得到了 因为你的专辑说实在 恭喜卖得还不错 谢谢 谢谢大家 可是其实你本来不是学这个的 对不对 我小的时候是学观光的 是有多小 那个数十年前 也算蛮小 学观光 可是这样讲起来 我觉得观光好像跟你现在做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也没有距离那么的遥远 因为你也是 你看我刚刚讲上山下海 然后四处游历 所以就是你骨子里就是一个往外跑的人 也是啦 其实很极端 就是宅的时候很宅 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就不想回家 回家的时候就不想出门 就是这样 那当时选择观光是因为你很想走出去 也不是 当时其实我跟你讲 我小时候是想要念农 就是学农业技术 这样子 你这人阶段真的好宽喔 但是妈妈觉得 那个时候啦 那么久以前妈妈觉得 那有女生在学农的 还要下田这样子不好 应该去念那个商专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去那个学校 就念了那个观光科就这样子 可是后来你好像出国读书了 对不对 对 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外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我们本来在台湾都玩在一起 然后后来他就出国念书了 他突然觉得在国外念书非常的好玩 所以有一天他就打一个电话跟我说 金泰 大家就一个团一起来念书 后来就想说 小时候对音乐还是蛮有兴趣的 虽然没有好好学 我小时候在台湾只有学过一年半的钢琴 就这样子 然后你就要去学音乐 对 就你知道很无知嘛 一生是胆 对 然后就念啦 就念了一年这样子 修了一年的那个音乐的课 基本的课程 对 基本的课程 后来钱用完了 好残忍 对 我就回台湾 那回台湾的时候 回台湾之前呢 在室友的怂恿之下 你真的很容易被鼓动 对啊 我好像没有主见 然后室友就怂恿我说 那你要不要申请一下 就是同样这周的杨百汉大学 因为杨百汉大学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然后我就说好 我就申请了那个学校 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就有一栏说 那你要不要申请奖学金 我就把他跳过去了 那我室友来检查我的那个 入学申请书的时候 他就说 吴近代言 你为什么不勾这一项 我说不好啦 我台湾成绩还蛮差的 他说那你在美国成绩很好啊 你在美国成绩是多少 我说3.9吧 你知道他满分是4.0 然后我3.9 然后他简直是高财生 他简直就想赏我一巴掌 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啊 你打个勾会怎样 对不对 我说可是我台湾成绩真的很烂 就打勾啊 会不会怎样 没有就没有 有就有 勾了 就这样 然后丢出去我就回台湾 那回台湾过了半年吧 赚钱嘛 就是又回去教书 对 其实在台湾的生活 真的还蛮 easy的 蛮好过的 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 我就开始觉得 不想回美国了 我觉得台湾日子过得也很不错 可是后来那个时候 补习班有一个老师 他就跟我说 如果学校给你奖学金的话 你其实应该去 因为学校就真的给我奖学金了 后来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以后 我进到杨卫汉大学 真的就是一个正规的学校了 之前我念的那个学校 算是一个pre 一个预备学校 预备让你可以进大学的学校 那我们去的时候 只是觉得游学玩耍的心态嘛 学学英文 对 没什么认真的想法 就后来这次 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应该要认真一点 所以又面临了一样的问题 那我要学什么 那后来那个时候 就在几个科系里面考虑 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我真的蛮穷的 我还是继续念音乐好了 因为毕竟之前已经学了音乐 所以后来就在杨卫汉里面 继续学音乐 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 我真的进到这个 很拼的大学 那个学校真的很拼 然后想要进到他的音乐系 音乐系里面的人 真的高材生太多了 都是学那种十几二十年 小时候三四岁四五岁还在地上爬 就开始学音乐了 我只有在学校学了一年半 我开始觉得我真的要学音乐吗 后来就发现在音乐系里面 有一门课叫做录音技术 对 声音录音技术 我就说好 就它了 因为很应用嘛 你知道吗 你在那段时间之内 学习到了什么 以至于影响你 你看你真的其实就投身了 一辈子做这件事了 对啊 我跟你讲 我在念就是 专修这个录音技术的课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叫Jim Anglesey 我觉得他影响我还蛮大的 就是我们那个录音的课 每一个学期要教两个 你自己制作或者是自己 工程师的作品 一个学期要做两个 然后其中有一个学期呢 通常我会自己创作作品 然后请音乐系里面的朋友 来帮我就是play这样 然后录音下来 制作成一个一个一个 作品 对单曲的作品交给老师 然后刚好那个学期特别忙 我没有时间创作 我就找了一个好朋友 他们有一个band 邀请他们的band来录音 然后这个朋友他弹吉他嘛 吉他、bass、鼓什么什么 都好了录好了 就缺这个主唱 所以有一天就敲了这个主唱 来录音 这个主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醉醺醺的来 进录音室醉醺醺的 他进来你都可以闻到 他那个身上的酒味臭死了 然后他就唱了一两段 他觉得很不满意 他就说 我不唱了 就走了 艺术家 对 他就走了 然后我就这样 看到他走了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想 把他叫进来 他就把他叫 叫不进来 他就走了 就这样扬长而去 然后我想 怎么办呢 那可以再敲他来吗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我可能过一两天 我就要交作业了 你知道我们在学校很忙的时候 都是 结束之前 赶快做一做 就已经没有时间了 所以后来那天 我非常非常的慌张 隔天我就去找 这个Jim 我的老师 我说老师我跟你讲 我这个作业肯定是会持交了 因为那个主唱这样这样这样 我就跟他讲说 老师我会持交 对不起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唱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很多很多 我的忧虑这样子 然后他就也没有骂我 他就跟我说 Julie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这门课 要你们一个学期 教两个录音作品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 你可以在学校就先体验到 你未来出社会之后 到业界会面临到的所有的问题 对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以后你真的在做一个project的时候 这就是你会遇到的 对 我只是让你们先提前遇到 然后你要怎么去准备 所以他是故意叫那个主唱喝醉 没有 应该是没有 这样有点太阴谋论 对 然后你要怎么应对 他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好的学期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要自己去思考说 当这样子的一个project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deadline就在明天 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交给我 你要有什么方式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想 好吧 我就回去想一想 然后就回家翻箱倒柜 把小时候的国中的音乐课本里面 有一首鼓曲 叫做板桥稻琴 我很喜欢那首 它的旋律是很中国式的五声音阶 可是有一个钢琴家 把它编得和弦 编得很好听 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钢琴 本来应该是一个vocal的 可是我不是那么会唱歌 我就找了一个长笛 来把那个旋律吹下来 就这样两鬼 录音混音下来交给他 就这样子 就是一个作品 他也可以接受的 然后后来我交给他的时候 通常我交作品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坐在那边 然后他就放 然后听 听完了以后给我一些留言 说这边应该这样 那边应该这样 那后来那天 我们在听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听得非常的认真起敬 听完了抬头跟我说 Judy 这首歌很好听 你写的吗 不是 我心里想 我写的曲子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 很好听 然后这首曲子 他听完以后 他说这应该是一个 中国的曲子 我说对 他说这个五声音阶 跟这个和弦太美妙了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爱尔兰 他有爱尔兰血统 爱尔兰裔的 他的创作曲 大部分都是Celtic那种 克尔特曲子 所以他就会对这种 五声音阶的调兴趣 特别有兴趣 他就那天跟我大聊 特聊中国 就是说我们东方的音乐 他就说你知道吗 Judy 我觉得在美国 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 来自比如说印度的 日本的 欧洲的 非洲的 各个国家的音乐 唯独中国的台湾的音乐 我在美国几乎很少 有机会听到 然后那个时候 我突然觉得 对 那我就很想跟他介绍说 我们的音乐有什么 可是我发现 我介绍不出来 我只知道我们的音乐 是五声音阶的 那我什么东西都讲不出来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那个当下 你就会觉得说 特别是在国外 你就会觉得 去思考我们 作为一个 民族的定位是什么 对 我怎么会 一个台湾人 一个东方人 一个华人 然后对我的音乐 一点都不了解 然后我还在念音乐 所以后来那时候 我心里就想 我如果有机会回台湾 我希望可以多多地 充实一些 我们对我们本地的音乐 对东方 对华人的音乐 可以更多地了解 对 就那个时候 种下了一个种子 对 然后你回来了 就决心要做音乐了 对 那时候回来 就决心要做音乐 所以我就 我家是在台南 我就到台北 然后跟我爸爸 借了几千块 然后就到台北来 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 不是房子 房间 然后就找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对 就很年轻嘛 小的时候 对台湾音乐 产业的认知 就是流行音乐 所以我就丢了 很多履历表 到 唱片公司 对 流行音乐唱片公司 你现在可以想得到的 当时存在的这些 流行音乐唱片公司 我都丢过 滚石啊 飞碟啊 电价之类的 对 那时候你想做什么 我没有想法 我那时候只是很想要做音乐 我只要在一个音乐产业 我就会很开心了 对 就觉得说 我先进到这个产业 然后再来思考 我可以做什么 对啊 真的是没有计划的人 不会 一切都是老天爷 最好的安排 对 然后 也幸好他们没有收留你 对 但是当中有遇到一些 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音乐人 他们 有很大的诚意 就是希望 对啊 希望可以收留我 但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没有办法收留 然后就是 讲了半天就是 还是没有 那后来 当时我有一个 在大陆的朋友 他就跟我推荐说 你去试试看 台湾有一个风潮公司 竟然是大陆的朋友 给你推荐 然后我还想 风潮是什么 我没有听过 那时候又没有网路 然后我们就只能去 唱片行翻 他说风潮 这个公司出了 腾格尔的专辑 你去找腾格尔的专辑 就知道了 所以我到唱片行 去翻腾格尔的专辑 拿起来看 风潮音乐 在哪里 新店 然后把那个地址电话 抄下来 是这样子的 抄下来以后 再寄一份履历过去 然后打电话过去 就这样子 一直追着我们老板问说 他人很好 我履历递过去了之后 他就有跟我通电话 他说 我们公司目前是 不知道有什么空缺 但是 你让我想想看 这样子 然后他在想的过程当中 我每天打电话 我问他说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所以他最后是 不堪其扰收留你 可能是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 我到风潮以后 就是去跟老板 面询的时候发现 原来这个公司 都在做华人的音乐 国乐 还有原住民的音乐 然后我就 Bingo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 如果我有机会 我要多多认识 我们自己本地的音乐 所以刚好这个公司 都是在做这个音乐 那是为什么 我会天天打电话 跟老板问候一下这样子 后来到公司以后呢 老板看我这样子 就是天天 这样也不是办法 后来他就跟我说 那这样好了 你就跟那个吴荣顺老师 吴荣顺他就是 我们这一系列的 原住民音乐 就是由这个 民族音乐学者 吴荣顺老师制作的 他就是亲自到田野去采集 然后刚好 我是五月进公司的 然后老板就跟我说 那你七月份 刚好那个吴荣顺老师 会上阿里山一趟 录周族的音乐 你就去当他的助理就好了 这样子 所以我就那一趟七月 跟他一起上山 去阿里山 上山之前他就交代说 你知道我们 这种原住民土地的音乐 有的时候老人家凋零了 音乐就没有了 就像我们土地上的一些 大自然的动物跟生命一样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会消失 所以你上山的话 如果可以顺便 录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就这样子一句话 然后我就跟着 吴荣顺老师就上山了 所以上山之后呢 我们就去录老人家唱鼓摇 很难找 因为在原住民 在那个时候 原住民 大部分 中壮年人 都在城市里面工作 就是养家 为国家贡献GDP 这样子 然后 讲真好听 对 那在部落里面 都剩下老人跟小孩 所以我们要去找这些 鼓调 其实有点困难 就是说 中间那些传承的人 都不在了 能够唱的都是 很老很老的老人家 那我们就也只好 找老人家录音 然后你在部落里面 看到那些老人家 在部落里面晃来晃去 就很辛苦 有一些老人家就是学校 那种穿着破破烂烂的工友 这样子 然后你就约好 要来录音的时候 你就看着这些 住着拐杖 苦难走路的 穿着破破烂烂的工友 就出现 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当他一开口 你就发现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就觉得 怎么每一个老人家 背后都有一个 有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绝活 然后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人 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 大开眼界的感觉 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我突然 你看我们两个 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 因为我在想 那可能真的就是 你人生当中 很棒的一个转捩点 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 全新的世界 然后你知道 你找到你的使命感 然后你就要开始 一直做下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就开了这个头了吗 对 真的 其实算是那个时候开头 那个时候刚好 那个吴老师送我上山 我们两个一起上山的时候 他突然跑到东部去 处理一些事情 然后留我一个人在山上 然后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 协同制作人叫浦中勇 就变成他带着我到 邹足 就是阿里山 不同的村落 部落里面 去寻找一些会唱歌的老人家 来帮他们录音 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开车 载着我到一个部落 然后老人家就出来录音 录完了以后 就是这样子 一站一站一站 那对我来讲 其实震撼蛮强烈 我应该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学会去欣赏 这种土地的歌谣 以前我们都是听流行音乐 就很容易 因为它就很容易 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可是这种土地的歌谣 如果你能够当下 在那个土地上 看到这些 这些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人 听这些歌谣 其实那种震撼是蛮强烈的 对 你下定决心 应该是说老板总算放心 让你做的第一张专辑是 应该是大自然的专辑吧 应该是 对 就是森林狂想曲那个系列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好玩 就是那个时候老板就交托我 说我应该要 如果可以的话 录一些大自然的声音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山上 我就跟普老师讲说 那个我们现在在山上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顺便去录一些 大自然的声音 你真的嫌不下来 在山上嘛 反正你知道吗 在山上也嫌不下来 明明山上就是让你嫌下来 让你静下来的 你还是要找点事情做 OK 对啊 任务啊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跟那个普中文老师讲说 有没有声音可以录 然后他就说 好啦 这样 我们白天录完老人家的声音 晚上我带你到一个地方 去听听看好了 所以那天晚上 他就带我到一个山里面 开着车开了半天 然后进到一个山区里面 就放我下来 然后很黑 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然后很安静 就是真的是一下车 伸手不见五指 然后我就想 这里有什么声音啊 老师 有什么声音啊 我就一直吵他 因为 其实我跟那个老师 也不是那么熟 就是工作几天而已 有点小小的担心跟害怕 他就说 等一下 等一下 后来等了大概不到几分钟 我就开始听到 一个青蛙在叫 我应该可以放给你们听 这是青蛙的声音 对 这不是鸟的声音 这是青蛙 这是什么蛙 这个叫末世树蛙 所以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分辨出来 做了那么多张以后就可以了 所以你现在也是动物专家就对了 动物专家 昆虫专家 鸟类专家 就是我听到他们声音 我可以认得出来 我听到他们声音可以认得出来 那当时录下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太干净了 你知道在那个山谷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的声音 很吓人的 而且那个山谷 应该是说 那个青蛙在那个山谷里面的 这个回声很干净 所以那段录音录得很好听 然后录完以后我就问他说 这是青蛙对不对 对 是什么青蛙 我也不知道 他应该就是经常录过 就听到这个声音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后来就是几年之后 我才从别的老师的录音 资料里面才知道 那个是叫做末世书 这样子 然后从这只青蛙开始 我就觉得 哇 太有趣了 录这种野外的声音 真的太有趣了 我跟你讲 这件真的很有趣的事 我们录影 我们现在录影 是感觉天气还是有点冷 但我们录影的前几天 不是天气有变热吗 经典就是热热 冷冷冷热热 对 天气突然变热那几天 我们家楼下公园的池子 突然扬起一阵低迷 就那种 我知道 的那种低迷 然后我就不堪其了 因为它是24小时叫个不停 然后我想说 这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在那边 附近走啊看啊 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把它 我就用手机把它录起来 然后放在网上 然后放在网上的时候呢 万能的网友就告诉我 它是什么青蛙 共德士对不对 然后同时我在做你的功课 你的专辑里面就有 刚好有 共德士 于是我在家里 我住11楼 我在家里放了共德士树蛙 楼下共德士树蛙也在叫 然后我家人听到就是说 这样楼下的青蛙会觉得 11楼也有他们的同伴 可能会上来找他们 这样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好巧哦 而你怎么知道 我这样一学你就知道了 对啊 就是共德士蛙就像狗叫的青蛙 就这一只啊 我刚才觉得它真的蛮像的哦 因为它真的吵了我好几天啊 可是你知道它们 它们在谈恋爱呢 蛤 什么 它们这样就是在谈恋爱 是 我后来知道 我也不应该打搅它们 但它们真的有点张狂 它们的恋爱有点像 就是糟糕的天下 对 但它也就吵了几天 最近这两天天气凉了 也就可能它们也 做完该做的事 所以就休息了 但我觉得好妙 其实那个公园常常走过 也没有留意 也没有想说多去看 里面有什么不同的鸟的声音 或者是原来还有不同的青蛙的声音 我们是可以分辨的 它是可以进入我们的生活的 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在干嘛 我都还没去山里 我就是住在城市里 对 它们就在我旁边 然后你的专辑就整个像图鉴 有 图片 然后还有小朋友说 咱们的四娃 然后就 我觉得好好玩 你不觉得这样跟一个生命相遇很美好吗 好吵 很开心 对啊 我觉得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的感觉 你认识了一个生命 我觉得真的就是从内生末世书啊开始 就是又开了 就那一趟阿里山的工作 我真的是觉得为我开了 就未来这二十年工作最重要的 的两个主要的方向 就是一扇大门 那扇大门打开了以后 这样一回头居然发现就是 对 我这二十 就是过去的二十年里面 我所做的事都跟那一趟有关系 就是做土地的声音 还有 对啊 都是土地的声音 一个是人 一个是动物 就这样子 对 可是你先从动物开始做起 对 我先从动物开始做 动物比较难耶 奇怪 你想想看 因为动物不是常常 因为有的像是季节性的 有些鸟也是 就是鸟台风早晚 不同的时间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上山下海 真的是不辞劳苦 对 你是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 我觉得没有什么下定决心 只是因为那一生出来了以后 我的生命跟那一支末世书 相遇以后 我开始觉得好有趣 你就开始想要去追这件东西 你了解我的意思 也没有什么下定决心 只是因为这是一件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重点 工作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好玩 是 然后就从青蛙 鸟 对 就从青蛙 昆虫 没有放过的 没有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在做是很挫折的 因为我并没有生态背景 我完全没有生态背景 所以第一次录到那个青蛙 我就觉得好开心 开心 赶快去录 可是每一次去录就觉得好失败 怎么就觉得我早上起来 七八点然后去公园 或者是去阳明山要录音 录不到一个音 就录到一堆车声 还有人散步的 阿公阿嬷的声音回来 就觉得怎么那么沮丧 都录不到声音 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们老板就跟我介绍一个 我算是我的师傅 大自然录音的师傅 叫徐仁修 他是欢迎保护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他是照片也拍得很好 对啊 对啊 你专辑里面很多照片都是他拍的 对 然后就是他 因为他野外的经验跟生态的背景比较丰富 所以早期我们就给他一套器材 提供给他一套器材 然后教他怎么录音 然后因为他有很丰富的生态背景 那比较知道生态的习性以后 你要去找动物就比较容易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给我 他就给我那个野外录音101 说如果你要录鸟 你要早上一大早 天刚亮的时候去录 对 我去录鸟的时候太晚了 如果你要录青蛙 你要到有水的地方 晚上 对 晚上 这么基本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难怪我都录不到 所以他就从这些野外录音101 开始教我以后 就比较有点粗浅的概念 然后慢慢在江湖上走多了 你也会认识到一些江湖中 很好的英雄好汉 认识一些很好的生态人 那他们也会陆陆续续给我一些指导 或者是给我一些资料 然后就 后来我也找这些生态老师 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录音的行列 所以慢慢地 大概前五年吧 我们就收集了一些 足够的声音素材 然后我们就开始制作 那个森林狂想曲这张传誌 五年 五年 你累积了五年 对 五年 一群人哦 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是一群人 你们老板真的也要很有耐性地支持你做这件事才可以 对啊 而且当时其实森林狂想曲出来之后 的确在市场上 因为它是要进入市场的考验 对 引起了很特别的回响 对 那个专辑是在1999年的9月 预备要发行 我们的出版计划 我其实已经忘记这件事 是前一阵子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这张专辑是99年9月21号 预备要发行的这样子 它发行日期是写这样子 我想99年921 不就是同一天吗 所以我就回想到当时我们发这张专辑的时候 9月21如果预备要上架的话 其实应该要前一两天我们就要发货了 货就要寄出去 所以当时这张专辑是货已经寄出去了 还在路上 或者是有一些已经上架 刚好遇到921 对 然后经济商业活动都中断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好难够 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之后跑下来 它销售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 它居然销售可以破弯 我觉得对我们团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还是有遭遇到一些困难危险 就是你知道 就好像你刚走进化妆室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那么瘦 就我一直幻想当中的无精带是那种壮壮的 在户外可以打山猪 然后才能录音的那种感觉 你应该还是会遇到一些难忘的惊险的过程 其实在野外录音会有一些状况 就是说第一个状况当然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跟一个人录音的话 比如说我录音的对象是一个人 我就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要录你 我说宝姨打个电话给你 我们约几月几号 到哪一个录音室 只要我不喝醉 对 只要你不喝醉 就可以录音了 还可以先把demo寄给你 你先练一下 对对对 然后那天我们就到录音室去录了 可是我今天要录鸟 我没有办法打电话跟他说 我跟你约一个时间 你再拿一个枝头等我 我三点到 这是不可能的 OK 这是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要录一只鸟 但是它身边其他的鸟都在叫 你又不能叫其他的鸟闭嘴 我放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典型的 一个状态就是这样子 好比有一次我看到一只五色鸟 然后我想要录它 结果呢 我们来听这只五色鸟 五色的 苍蝇飞 背井 这只很吵的 台湾画梅 宣冰夺主 然后后面还有一只山红头 可是其实我只要这只五色鸟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没怎么办啊 就接受 就接受这个就是现实的一个实相 你看这么多 对啊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找到一只 梦中就是一直一直很想录的鸟 然后录到一半突然飞机来了 对 就是这个就是在野外你一定会遇到的一个状况 然后你在野外遇到这样的状况 久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对 其实人真的不是主宅者 对 我们就是要 当它是这样子 你就是接受它 然后我先不管 不顾一切的把它录下来 回来我再来思考 我可以怎么解决 所以小的时候 在念书的时候 老师的训诡就出来了 对 你可以怎么解决 对 这些对我来讲都是素材 那我怎么去运用这些素材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 就是安全的问题 对 对 大家就会觉得 你一个女孩子在野外 你会不会遇到鬼 会不会遇到坏人 真的好担心 这个是跟人都担心了 我觉得是目前为止 如果还没有遇到鬼 如果有的话 我可能会请他唱首歌 让我录一下 这样也不错 还有一次就是我在 通常我在野外 不太会去担心什么 野生动物这一类的 如果我真的有机会 遇到一头黑熊 其实我应该也会蛮开心的 说快 叫两声 这样子吗 对 但是有一次 我就真的春天的时候 在一个林子里面遇到 听到野猪的声音 它其实是在一个斜坡下面 离我可能就是 几米或几十米远的地方 然后听到一个猪妈妈在叫 野猪妈妈在叫 然后其实 你连猪妈妈都分出来了 因为她叫声就是猪嘛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在那个不久之前 我们台北有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妇人 在她家的院子里面 收衣服被外面的野猪跑进来攻击 过世 所以在那个新闻之后 我在山里面听到这个猪妈妈的叫声 我其实有一点小担心 因为你都已经可以听得到 表示她离你很近 然后你又感觉她好像有带一个小孩的声音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野猪有点危险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当下就觉得 糟糕 我好怕它会冲上来 对我怎么样 所以当下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叫得很大声 我就先下手为强 先用我的叫声把它吓跑 后来它就跑掉了 对 大致就是这一类的 不怕激怒它 不会 其实它们怕人类 我们怕它们 它们其实更怕我们 我觉得鬼应该也是怕人的 因为再也没有比人更可怕的动物 对 人类其实是最可怕的动物 你在05年的时候 挑战了一个新的东西 你出了一张跟海洋有关的专辑 录了海洋的生物 海洋生物要怎么录 那个对你来说也是新东西 对啊 其实早期 最早2000年的时候录了那个 我的海洋的专辑 这是海 这是海 没有可以录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深入一点 就是录一些海里面 事实上这个想法 大概是九几年 97 98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廖 他叫廖宏基 好朋友忘记了 他在看电视 很久没有人要联络了 廖宏基 那个宏基大哥他一直在 他就是海洋文学 台湾海洋文学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那个时候他就一直邀约我们说 你知道吗 台湾那个花莲啊 花东那个地方就是黑潮 洋流经过的地方 所以每年会有很多回流的金屯 他就跟我们说 你要不要来录金屯 然后我心里想 金屯怎么录啊 很难耶 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 查说怎么样可以录水底录音 查了满多年 然后找到一个觉得好像还不错 我们又负担得起了一个水底麦克风 然后就买下来了以后 就真的开始进行海洋 海底下的水底下的录音 然后当时宏基大哥他是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首任的执行长 那他们跟花莲的一个多罗满船公司合作 就是坐船赏金船 但是顺便做调查 做金屯的调查 我们就坐了那个船上去 一大早 我跟你讲一大早五点 我们就起船 坐不到六点的船出船 出船去没开多久 就在海面上看到 大概七八百只的浮世海豚 那个时候你真的觉得 神机啊 对 快快快快 那个时候还没有时间去感动 他们是啪啪啪这样子吗 对 就跟我们标船 我们海面上大概有四到五个赏金船 同样那个时期 有四五只赏金船在海上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 就看到这么多就在我们船边 赶快赶快录音 都还没有机会思考别的东西 就要把那个水底麦克风 把它丢下去这样 可是要丢下去之前又想到说 第一需要把船停下来 不然马达的声音会被收进来 但问题是船上还有其他的 海上还有其他的赏金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那个解说员 我们叫他土匪 石眼色怎么办 那个 然后他就把他的大声弓举起来说 跟海面上的其他的赏金船说 各位海上的朋友们 我们要进行民间第一次的录音 金屯的录音 是不是可以方便请船上的大哥们 把那个引擎先关掉一下 让我们进行这次录音 那时候觉得这简直就强人所难 人家是来赏金的 你知道吗 结果他一讲完当下 不到一秒钟 所有的赏金船的引擎全部都关掉了 然后就觉得 对 就是现在 丢下去 丢下去以后你就听到很多 那个金屯的声音 就是他们在 可能是在打讯号的声音 整个海底下都是那个讯号的声音 然后大概过不到五分钟吧 别的赏金船的大声弓也举起来了 就说 好吗 人家要脱了 船停的时候是最晕的 对 海浪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觉得 好了 赶快 所以每次我们在海上录音 就是必须要这样子 请大家可不可以 对不起 方便配合一下 就趁那五分钟 三五分钟很短的 大家愿意配合的时间 赶快丢下去录音 然后录 赶快拿起来 就这样子 其实也蛮客难的 说实在的 因为我们是跟着赏金船 我们不是研究船出去 但可以有这样子的成果 我们其实觉得 很感谢黑潮跟多罗满他们 还有当时海面上 所有的赏金船的公司给我们 对啊 真的每一个专辑做完 有很多的感恩 包括这些动物们 愿意出现在我们的麦克风面前 让我们把它录下来 其实我们真的都要感谢他们 接下来你开始做了一系列 我觉得真的很 很温暖的事情 就是你开始关怀这片土地 不同的议题了 因为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 只是想记录 然后做一些人的 比方说音乐啦 乐器啦 跟这些大自然声音的结合 我们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可是后来发现 你好像是发现还不够 因为其实你走遍了台湾 这么多地方 你觉得有太多 你想要透过这些音乐 跟听众分享的话 那你是什么样的契机 又开始做一个这样子的 对我来说是挺大的转换 因为其实你照以前 那个方式做 我觉得也卖不完的 这些专辑 那土地关怀系列啊 什么的 那你是什么样的 一个心念转变呢 其实我之前出的专辑 都是为动物服务啊 老实说 但是你在为动物服务的 过程当中 就会认识很多 很关心这些土地的人 就是我们认识的 这些生态学者 基本上 所有你所认识的生态学者 他们基本上都是会 应该都是说环保 环保人就对 包括我自己现在也是 那其实 我在做有一张专辑的时候 就发现 就是那个绿色方舟专辑的时候 我在2005年 还是2006年的时候 在嘉义豪美聊诗地 录到了很多很多的 那个和尚蟹 在诗地上走 然后录到那个声音 我一直没有机会发表 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 做绿色方舟这张专辑 我才有机会发表 这个和尚蟹的声音 那发表那张专辑之后 我想带我们的企划 去那个诗地 去看那个 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很大场面的 那个几万只和尚蟹 在沙滩上走路的声音 结果我去到那个湿地以后 发现 那个湿地整个好像已经 变成干地了 只是因为可能外面 盖了一个防波堤这一类的 盖了一个堤防 然后这整个湿地的 怎么讲 那个地貌就改变了 然后你就开始会很担心说 那几万只和尚蟹 现在怎么样 搬到哪里去了 你就会开始想这些东西 那事实上环境 土地的环境在改变 它不是只有影响 土地上的动物 它们是第一线 那我们到后来 也是会被影响到的 对 它们只是比较早受灾 而且它们受灾的时候 它们也不会来绑白布条 跟我们抗议 我们就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样子一轮下来 你就会发现 事实上台湾土地的 每一个角落 都有这种大大小小的 开发案或者是 等等工程案 然后让这个土地的地貌 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有一些人 他开始发出一些声音 那这些声音 事实上我们在走江湖的时候 都会听到的 那在为动物服务 那么多年之后 我心里在想 难道我就不能为人服务吗 难道我就不能把这些声音 被人家听到吗 所以后来才会有那张 叫做天空的眼睛的专辑 对 出现 就是把这些台湾各地 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人 他们渴望保护他们的土地 渴望保护他们的家乡的 这些声音 用音乐表达出来 这样 而在这一系列 你的专辑当中 今天我也特别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 泰武鼓窑传唱 歌飞过群山 这是一张双CD的专辑 一个就是纯鼓窑的 然后另外一片呢 你找了一个 其实是国际级 还蛮有名的音乐人 叫Daniel Ho 对 然后创作了音乐 其实最早是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聂琳 他在跟一个导演合作拍 这个泰武 就是这个排湾族 查马克 他们的指导老师叫查马克 查马克带着 泰武国小的小朋友 然后传唱鼓窑这样子 那他会带这个小朋友 传唱鼓窑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最早的时候 有讲到说 部落里面有很大的 传承的断层 对 然后他回到部落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断层 真的不能让他 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他自己开始学 然后自己又再去 田野采集 然后学了以后 又交给小朋友 然后有一个导演 跟一个好朋友 音乐家朋友 在追他们的故事 那那个音乐家朋友 就跟我说 他们唱歌很好听 我们来帮他们出专辑 我说 好 我去听听看 所以他就带我下去 那一趟下去 他们在山上 教室里面唱歌 你知道那些小朋友 真的太厉害了 他们在教室唱歌的时候 就是 就是小孩嘛 吊了铛铛 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 还会互相玩头发 踢来踢去 可是他们那个 同时在做这件事情 嘴巴唱出来的那个声音 你知道真的吓死人 我那个时候在录音 一边在看着我的监视 这样子在记录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眼泪掉下来了 你知道那种声音 真的会打到你的心里面 我明明没有在看他们 我只是在看 我的监视器的声音 然后就觉得 好可怕 这个声音太好听了 当下我就跟那个 我的好朋友聂琳讲说 我们真的要帮他们出专辑 一定要帮他们出专辑 所以我们帮他们出的 第一张专辑 叫做歌开始的地方 就做了一张 有编曲改编的版本 但是当下 因为我听到他们清唱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太震撼了 我就说 我们一定要帮他们 保留一张鼓摇版 就是原汁原味 没有编曲的 可以让他们 部落里面继续传唱 所以从那个 第一张专辑开始 就好像变成 有一样子的一个格式 简单讲 就是一张编曲版 一张 original 对对对 一张清唱版 原始版 对 那这张专辑发行了之后 受到很大很大的好评 那一年我认识 这个Daniel Hall 我们一起制作了一张专辑 也是跟原住民有关的专辑 那后来他第二次来台湾的时候 我说我带你去认识这些小朋友 所以带他到部落里面 听小朋友唱歌 他在那边跟小朋友唱歌玩 我没有再注意他 然后结束以后 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听他们唱歌 我哭了 而且我还起鸡皮疙瘩 他们到底在唱什么 他们对他们在唱什么 可是我第一次听他们唱歌 我也哭了 然后我就说 你有感觉的话 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做一张专辑好不好 他就说好好好 所以我们就做了那张专辑 我觉得他们 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他们很像是一道门 或者是一扇窗 平常这扇门跟窗是关起来的 然后当他们在传唱这些鼓调的时候 这个门跟窗就会打开 然后你就会看到 你看到的是他们那个背后 因为当时他们在 他们的先人在唱这些歌的时候 可能就是很自然的 在大自然觉得 有山 然后有海 那我们就来唱点什么吧 那个是大自然教会他们的东西 然后他们留下来了 他们也可能不见得很清楚 我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在唱的时候 状态还是在 而那扇门跟窗也都还在 所以你在 我觉得你在那个状态里面 就感觉是你突然间把那个门打开了 而他们也是要透过音乐 才能够把那个门打开 因为平常说实在的 现实生活 就是把大家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而你把这些东西保留了下来 我给你讲一件事 就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是长马克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你知道那个时候 Daniel Ho就问他说 这些小朋友这么会唱歌 你是怎么教他们唱歌的 然后他就跟Daniel讲说 我其实不是教他们唱歌 我只是用鼓摇来 透过鼓摇来让他们学习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语言 然后我教他们唱这些歌 也不是为了要让他们表演 去站在舞台上表演 我希望他们学会祖先的歌 然后我每年带他们回到山上 唱给祖灵听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样就挺好的了 接下来你还要挑战什么呢 台湾还有很多原住民好听的声音 我接下来会做一张 也是跟Daniel一起合作一张 跟帮浩恩制作一张专辑 我有见过他本人 见过他唱歌 对 他很强 他的声音也是很惊人 但是要减肥 还有变瘦吗 他好像没有 好吧 那身体要 我就好 减肥一下这样子 OK 所以这就是你接下来的计划 对 然后去 可能会去 这个月可能会去大陆吧 录一些那个 他们一些野生动物的声音 希望也可以做出一些 有趣的音乐吧 一定会的 我觉得你就走出去吧 因为你走出去 用你很敏锐地观察 很棒的录音技巧 跟不怕死的决心 会带给我们很多很棒的门跟窗户 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希望大家可以进到这个世界 真的是 真的是很棒 很美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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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